吴奇隆送记刘诗诗 难分难舍天长 刘诗诗仙女破公路本姓吴奇隆 和刘诗诗结婚近三年 仍像热恋中的情侣 常被拍到行影不离年TD 日前两人又被拍到现身机场画面 且吴奇隆似乎连气服都还没换 赶来TR7送机 小雅口难分难舍 删报众人 吴奇隆近来在中国 深圳拍摄电视剧《月早先生》 前天他和刘诗诗 被拍到现身深圳机场 去西市要送刘诗诗回北京 他一次来不及换掉戏服 以一身离挺西装赶到机场 一路上不断叮嘱刘诗诗诗 另一手还帮他拿羽绒外套 神情温柔铁贴 郭女星刘诗诗与吴奇隆因合作步步惊心 擦出爱火 两人于2015年步入礼堂 婚后感情十分恩爱 日前才被拍到小雅口 在机场亲亲我为舍不得分开 刘诗诗又被捕捉到偏下老公 蹦蹦跳跳吃火 郭的画面如同小孩子般的举动蒙翻粉丝 刘诗诗要从深圳飞往北京 与吴奇隆一起现身机场 吴奇隆似乎连戏服都还没换掉 就职机场陪伴老婆 两人难分难守的模样 闪瞎众人 而刘诗诗虽在北京没老公陪伴 但仍藏不住吃货本性 有人拍到刘诗诗与有人 只过锅店聚餐 只见他绑着小马尾 戴着黑色口罩 全身黑的打扮相当低调 目前北京 天气严寒 但刘诗诗仅穿着一件毛衣 蹦蹦跳跳地进入火锅店 想吃锅的心情战胜了寒冷 近来网路上疯传刘诗诗怀孕的消息 但他活蹦乱跳的模样 让谣言不攻自破 可爱举动更是蒙翻一票粉丝 直过为什么刘诗诗可以这么可爱 诗姐不是在吃锅 就是在吃锅的路上 看来锅比四也好吃 戴着帽子 口罩的刘诗诗 则是异常相当低调 小俩口伴们登基手续 才放慢脚步 却还舍不得封开 直到发现被梗拍 刘诗诗才堆头转身离去 夫妻俩恩爱互动 让众人直呼超甜 大赞吴七龙是温柔体贴的好老公 这一发生了 是你 我红的逻辑